备受瞩目的2016巴西里约奥运已经日益临近 然而当地政府却对于此次奥运的筹配状况 让不少人感到忧虑 除了已经引起广泛关注的资卡病毒问题之外 当地的治安与环境也让游客与运动员 对于前往巴西感到担忧 在奥运城市中枪声四季 这里是里约警方 正在与帮派分子在一处人口稠密的 平民区内进行交火 一般民众则只能四处躲避 有人甚至看到两颗子弹 打到了附近的儿童娱乐中心 而当特种警察与装甲车开来时 枪声变得更加密集 人们难以想象 两个月后这里就要举办奥运会了 Luis Cabra是里约最大的平民区内 一位受人尊敬的社会活动家 他说警察与帮派之间的冲突 变得越发频繁 而且还认为 即便举办奥运会 这里的情况也不会出现好转 里约政府则坚称 他们有能力保证奥运的安全 他们已经计划在奥运期间 部署8.5万名警察和军人来维持治安 然而许多人对此说法深表怀疑 尤其是那些由帮派分子控制的区域 这位毒贩的说法 得到了许多巴西民众的认同 而对于前来为比赛做准备的运动员来说 除了安全 他们还需要为另一件事情关心 那就是污染问题 德国帆船队正在里约进行备战 表面看来 他们对于里约漂亮的海滩感到很惬意 但事实上 队员们却不愿意触碰到这里的海水 让运动员感到惧怕的是 这里的海水污染严重 事实上 里约在过去十年中 一直在与水污染作斗争 最近他们还新建了一座 现代化的污水处理厂 里约市长坚信 这里的水质是没有问题的 然而当地居民却不这么认为 这里的船只常常受到水中垃圾的侵扰 而且离海湾稍远的一些地方 水中散发着恶臭 污染变得极为严重 由于里约还不具备基本的废水处理设施 因此来自全球的奥运选手 为了争取荣誉 也只能面对眼前的状况而无可奈何了